大家好,欢迎来到iOS从入门到放弃 这一次还是继续讲 接着先下讲 这一次做到的就是做这个 就是看主要的界面没有怎么变 但是里面的图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我按照iOS的方式叫mvc 我们已经做了view,做了control 然后我自己现在又轮到做model了 因此我就定义了一个类 然后每一个视频 就在方框里的每一个视频算是一个类的实例 就类似于这个样子 比如说理智的热和 这是一个视频 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类 我定义了这个类呢 它叫video 因为它就是一个video嘛 这个类里面呢 还包括一个比较小的类 就是它的channel 叫它的频道 比如说是上传上去的某个频道 这个频道包括频道的名字 然后还有频道的头像 这个类呢 这个类包括这个图片 你这个肯定有个图片吧 你每次做一个mv出去要有图片 还有它的title就是这个理智热和这个名字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什么理智啊 多少个view 就是观看了多少次 什么时间上传的 就每一个都是这样定义了一下 这个呢下一个就是说 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呢 这些数据因为我们是做youtube的 是从youtube上找 但是你如果做youtube的话呢 首先我们国内是上不去的 其次呢 我不能把就是你要申请一个 google的那个data API 叫youtubedata API 你如果申请那个东西了 你就可以去访问 你就它就会给你一串数字 那一串数字呢 你就用那一串数字 你就可以到网上去请求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有写数啊 有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在一定数量之内是免费的 但是等到你用多了呢 就是要收钱了 比如你做了一个特别火的 等到你要收钱的话 也就说明你这个app已经火热了 已经可以赚到钱了 因此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申请一下 但咱们现在呢 先不去申请那个东西 为什么呢 首先我不想公布我那个 youtubedata API 你万一被人拿去用了 我还得付钱是吧 虽然我免费做视频 但是我不想免费去付钱 第二呢 就是说 那个东西用多了 很多人在用的话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查出来 因为我上面还有好几个服务 所以呢 那个 我那个东西是不会分享出来的 就是youtubedata API 首先主要是我怕信用卡被用爆了 万一有一个人用那个去 不停的去申请 还是比较崩溃 所以呢 这一个我就先做一个类 这个类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做一个花架子 以后慢慢的再填真正的去读取数据 下一次课 我就再讲 如何解析 读属下来的那个jason 因为整个的 就 呃 youtubedata API呢 那里可以有两种的方式去下载一下 整个的数据来 一种是xml 另一种是jason 那我们只讲是jason jason会 也不能说更好 就是反正能用 jason 我 因为我用的多 所以觉得比较好用 但xml呢 也一样 其实并不比他高级多少 可能解析起来有点麻烦 如果你解析10.9了呢 也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只讲下一次课 只讲jason 现在这次课 我们还是做花架子 就是说呢 我们假设 我们已经解析好了 那个对象已经存在这里 我们怎么把它显示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要显示在这里 你看这个有理智呀 还有westlife 就每一个 就这样 所以呢 这次课 就现在开始讲代码 我把这个PPT关了 我现在运行一下 就是说 是上一次嘛 上一次课 我们上一次视频吧 讲到什么地方 上次视频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了 那些图片呀 title什么东西 这样 就这样 这次课呢 我们大概会讲到这个地方 我把它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里 你看这次课 我就可以讲到这里 你看有这个 就我还是说嘛 这个还是花架子 你点开 什么都点不开 因为这个不可能一次课 就一下讲完 呃 这次课 你看每一个都是不同的 你看这个理智热和 这个是山音路的夏天 这个是Linkin Park的NUM 就每次都是这样 就相当于我们 我们假设已经解析下来了 如何显示出来 就是说我们已经假设 我已经申请了Google Data API 然后我也有了那串 就是可以申请的数字 然后呢 我已经把Json下载下来了 并且我已经把Json解析成对象了 要怎么做 这次呢 我们就先从 不能说从下项 应该是从表面文章开始做 然后慢慢的伸入底层 这一次呢 我们就假设 那些我都已经会做了 已经团团到哪里 因此呢 我们这次课呢 就讲 要团到哪里 首先呢 你得建一个Model 有没有MVC吗 首先建个Model Model怎么做呢 就在这里 就建立一个group 然后呢 Model MODE 大小M 好 这样就建了 这个Model呢 我就建一个叫 就那个PPT的 我已经写了 就建叫Video 就叫大写的 DEO 这样 M 这个 然后Video 叫V I DEO 叫我们 Import 是哪一个呢 叫UI Ki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整个的video的话 首先它得有个这个 叫什么封面 比如说这个丘林龙 就是热河路 三音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听李志唱歌 我比较喜欢听他唱歌 我比较喜欢的有这个 还有这个Lincoln Park 就这几个人我都很喜欢 Western Life 我大学的时候挺喜欢 所以我就选这几个人 可能它的那个MV的标 并不是这样 这是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一个图片 我们就 就先做画样子 就是先做表面文章 看看怎么把这表面文章都加上 得慢慢的 慢慢的 先有表面 慢慢的让它真正的运行起来 因此呢 我们先建设一个 先建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看这个video的 应该包含什么 应该包含这个截图 还用包含这个名字 就李志热和 你应该包含这个歌的名字 还有包含这个头像 看每个头像都不相同了 这是李志的 这个Lincoln Park的头像 这个是Western Life的头像 然后还有这个李志这个名字 这个应该是channel 就是它的一个频道 比如说这里肯定都是李志这个频道的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Lincoln Park的这个频道 然后这个是Western Life频道 这个频道至少包含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频道 就是这个圆形的头像 另一个呢 就是它名字 Western Life 还是李志 还是Lincoln Park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video 显示了 播放了多少次 比如说这里 我就是1234567 就我随便编的一个数字 就是观看了多少次 然后什么时间上传的 就这样 这个都是这个 每一个cell里面 都要包含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 所以先弄这个类 先不废话了 先class写代码 class video 我们可以先就是说 哦 它得继承一个 旺旺 继承nsObject 然后我们先让它包含几个属性吧 先少一点 名字先要包含吧 titleStream 然后下一个是它的那个封面图 封面图就三 T-H-U-M-B-N-L-Image ImageName 还有这个键盘 那我们不好用 然后Stream 那我们就先包含这两个东西 就这个每个cell呢 我们先就是说先有这个名字 再有这个叫什么截图 就是你这个每个MV都有一个截图吗 到时候我们从Google上是可以一下子就取下来 等到我们真正的去做网络编程的时候 你就发现真的很简单 并且Google给了你好几种尺寸的图 你想大想小都可以 它会给你好像是三种图 到时候也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不能一下子一下子就做完 首先时间不够 慢慢的从上向下 先做表面文章 慢慢的做成技术 先让人家看得到 先让领导们看得到 我们是在做事情 就这个video呢 video我们比如说已经设置了video 那个它应该在哪里呢 这个video就说我们在这里 就说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已经把它弄下来了 就说这个我们已经把Jason都解析好了 这些video传到哪里呢 我们就这样 已经传好了 我们传到一个videos 这个类型就是说 它是一个字符传数组 就是字符传数组 然后就说我们先团上一个吧 团上一个 就这样videos 这个这个 比如说它应该叫 我们先建立一个 就是建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WetLife 那个东西嘛 就是you就在第一首歌 我们叫这个名字 等于 然后这个我们定义了两个属性 第一个是名字 第二个是那个什么 他的这个 还有他的title title呢 就是等于 叫 Wet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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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字符传吗 WetLife 然后 You WetLife App 好就这样 这是我们 诶这个是videos videos 它为什么我看一下 嗯 在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我把我把位置放错了 我不应该放在这里面 因为没没必要放在里面了 就是放在对外面就可以 这样 这样就不会爆错 嗯 这个是什么 他说 嗯 哦 他要返回嘛 我们已经定义了几个东西 就先返回一个return 第一个 好 现在我们就这样 先返回了 只有一个 就一个 那个什么东西 嗯 就我们比如说 现在就就去YouTube上去抓东西 就抓回来了一个 因此呢 在这个 在这个我们的app里面呢 就显示一个 显示的数 数在哪里呢 就数字我们整 叫videos.com 他就会去读这个 这里面只有一个了 还会计算出来 如果你两个的话 就会返回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样 已经定义了这个videos 但这个sell 还是不知道videos 是什么东西嘛 因为他现在我们只定义了 但sell本身还不知道 因此呢 他这个嗯 我们这个sell里呢 也必须要放一个这个videos 否则的话 他本身不知道嘛 因此呢 你要有个属性 让让这个 让这个sell知道 我有这样一个属性 就这样videos 他的就这样 然后 嗯 就这样有这样一个属性 起码是先这个样 然后呢 我再想想啊 我们做他了这个 然后videos 有这个属性 这个对这样 s 因为这现在是那个 uicollectionview 那个sell 然后我们要让他等于是 youtubesell 然后这个呢 sell 我们刚刚定义的那个 video等于 videos index index pastit 看看对不对 哈 这样应该是对了 比如说我们这样把这个值这样传进去 比如说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要打的目的就是说 这显示一个并且呢哈 这几个都显示这个 有什么东西 这个值怎么传进去呢 就在这个地方 还是在这里 这里有个比较好用的 就这样 叫data set 因为我们每当就是在那个 sell里每当去设置这个 video这个值的时候 他这个属性的时候呢 就会调用这个 比如说叫title 就等于video 就我们刚刚定义的那个 video.title 然后 不是title了 再就是那个 它的缩料图 再等于 ui.net 那样的 video的 这个要要 就一定要有值嘛 这样 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可以了吧 看看 他就应该只显示一个 因为现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 但是我运行一下 希望是显示一个 如果不显示的话 我们得慢慢的去调 就这整体都很简单 你看这就显示出来 下一个呢 我们就是说 在显示好几个 就是 把 把那几个都显示出来 这时候呢 我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 先把我下载的那些东西都 塑料图 就填充的图片呢 都放进去 就这几个 啊 这样 这样我就都放进去了 其实就是那些图片 这个时候我带在这个 home这里呢 去定义好几个 比如说 copy一个 看看第二个 应该是 理智的 理智的 比如说 不是 我去 我去 稍等一下 我去先 我先 敲完了再重新录 否则的话 时间会比较长 稍等一下 好 欢迎回来 这时候我已经打完了这个字 其实就打到这一长串 因为录这个挺没有意思的 这就是呢 我建立了这样几个对象 就每一个是要代表一个对象的实力嘛 就是说第一个第二个 这些 这些图片呢 我刚刚就拖到了这个里面了 就是这里 大家可以看看这种图片 这头像 还有 这种 这就是它的缩略图 然后呢 我就把它都加到这个数组里 然后返回去 返回去呢 这个时候这个数组里就四个嘛 就是我的这四个 这四个 然后 在这里先 你看这个 这时候我就返回四个cell去 因为它就是数这个videos的这个数字嘛 因此呢 我运行的话 现在可以了 哎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第一个 第二个 你看这里都名字都发生变化了 这个名字在哪里变的呢 就是在 这个地方 就是 在这里 这底的set 给它每次都更新 但是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头像 看到吗 这个头像还是一样的 因此呢 我这个每一个cell里面呢 还是 每一个cell里 代表一个是view的实例 因此这个view的实例 我们再加上一个属性 就是它的这个channel 到时候 到时候必须 嗯 这样会更简单一些 因为我们以后做的话 你一点这个channel的话 他就进入这个channel 比如说你一点这个linkon park呢 他就进入这个linkon park的频道 因此呢最好是设定一个类 这时候呢我在这里设定一个类 就channel这个地方 然后 嗯 还是一样的 嗯 嗯 嗯 一 嗯 然后 看他 他有时候补权这个 然后是nsobject 然后他的channel里肯定也是有 一个是他的channel的名字 肯定是有的嘛 然后还有他的头像 也都是这个一个string 然后这里面肯定是要知道嘛 知道这个我们 这里面有一个实例就是channel的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 就是这样 这时候呢 我们也相当于 现在还不是没有去解析整个的json 因此呢 我们还是要晚一点 哦 你看xcode死了 真是搞笑哈 再重新打开他 copy youtube 真不稳定啊 这个我新更新了这个iOS 嗯 新的 所有都是新的 结果呢这个10 这个xcode8 他经常死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他就死了 非常的搞笑 每次当小白鼠就是这样 稍等一下 马上会活过来 经常是你用着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他就一下就崩溃了 而且我们的项目还这么小 有的时候崩溃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xcode起的时候 经常是编译的项目 然后呢 他就卡在那里 你也不知道他编译没编译 就完蛋了 啊 是 刚才讲到哪里了 啊 channel 因为我们是假装 我们所有都是做假的嘛 现在就假装已经把 从youtube里把那个jason解析回来 解析回来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解析回来 但是我们要从上面慢慢的先下做 从表面文章慢慢的做到下面 因此呢 这个词乎呢 我就是先弄几个channel channel先弄出来 就是说 哇 west west 比如说westlife 就是 就这样 然后我们呢 里面就两个属性嘛 westlife 你看这个这个死了之后 他不给你那个补权了 就搞笑是吧 哎呀真是westlife 看这里 哎 你看又又死了 又死了 稍等一下 我要怎么办呢 再重新启动一下 哎 就可以了 我们试一下 profile management 就是这后面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 嗯 我刚刚copy进去了 在这里呢 我把这几个都先弄好之后 就channel 就这样 这三个channel嘛 就是那个我们总共总共就这三个 第一个呢 嗯 它在里面就是 有 reformable up reformable channel 等于第一个 把它复制过来 嗯 这个呢 是 嗯 嗯 嗯 这个 然后这个的channel 等于什么 是 316 6 videos channel 就复制粘贴吧 再把这个的 嗯 还是这个 copy 然后 然后 这个是 啊 这个是什么错误呢 刚才我就重启了一下Xcode 实际上什么错误都没有 就是他这个Xcode有问题 这时候在运行 我一点代码都没改 然后错误就神奇的消失了 就重启了一下Xcode 所以跟修电脑一样 你这个修电脑的三招 就是重启 重启两次不行 就重装 就这样 这个bug就这样没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重启了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样我是设置了这个 设置了这个Channel的这个东西 你看Channel的这个值 但是呢 它还没有显示 是因为呢 我们还没有在这个 sell这里去设置 如果设置一下 它就能显示了 就在这个地方去设置 我们再继续写我们的小代码 它是小代码 非常简单的代码都是 嗯 可以了 现在 Deadset 就在这里 Deadset 然后我先把这个值 读取出来 profile 看一看 就是 user imageview 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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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显示这个头像了 我们试一下 你看Westlife的头像 理智的头像 然后这个是Lincoln Park的头像 就这样 然后这个Lincoln Park这里是显示 因为这个图都是从网上找的 结果这个背景是透明的 结果它显示的可能比较难看一点 实际上这里的头像就设置不透明的话 它就会显示原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因为它的背景颜色是透明 我那个背景的后面又是因为它是黑色的 因此显示的这样 不过这个没什么关系 大家理解就可以 然后我们在这个 还有这个subtitle这里 subtitle这里呢 就是首先这里是显示 看了多少次嘛 就是这个406485多少 这个是我胡乱编的一个数字 然后呢我想做的是 这个先是显示这个channel的name 然后一个点 然后再显示多少个 多少个观看量 这个时候这个也非常简单 就是显示字符串嘛 就在哪里显示字符串 看这里 是不是就是这样显示一个字符串 就可以了 你看这里是多少个view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他的channel的名字 就这样 然后我们来继续写这个 这时候呢 当然这个时候 因为你要显示那个什么的话 显示 观看多少次呢 观看多少次 我们也得设置一个属性 属性就是一个nsnumber就可以了 我们去带在这里 胡编一些这个数字 随便编一些 只要设置就行了 就在这个video这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显示 这个我们都是现在 现在胡编的 但是 等到我们如果真正的 去从youtube 那个上面获取信息的话 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获取出来了 因此呢 但是在这里 我们就是因为先是做表面功夫嘛 就是从上面慢慢的先上做 等到下一节呢 就开始讲 怎么解析这个东西 再下一个再慢慢讲 就我们从表面文章呢 慢慢的 做到真正能运行 好像是我们修一个城市 先修了上面的 最后再修下水道 现在你看 所有豆腐扎工程都是这样 都是先给你一个 表面上 看起来非常好 但实际上 内部没有 这个呢 也是胡编一下 随便编一下嘛 都没什么关系 这个是 这都是胡编的 这相当于我们假装已经拿到了这个数据 假装已经解析好了 Jason 并且假装把它 做成了一些 实力 然后放在了这个数族里 当然 这一切都是假的 不过最终 我们还是把它完成真的 就是现在还不行 因为我在这一个视频中 就尽量的 也讲不完 一个视频 你不可能讲那么多 虽然这都是很简单 但是讲起来还是要时间嘛 这个是 这些在哪里呢 也是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 底的塞 这里 底的 塞 底的塞 这里 然后怎么去设置 也是这样 用这个 iflet 然后先把这个值取出来 当然我们先取出的是 那个 channel的name 比如说就是那个 理智 westlife 就是这个歌星的名字 中文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就是我们要读的那个数值 就是那个number of views 就是我们刚刚胡编的那些 这个就channel name 这个为什么 好这个就他 他这没事 等一会我们再说 然后这个是哪个 就是subtitle 我看是不是subtitle 就这个 我们把这里面就是 就这里给代替掉 就是subtitle textview subtitle textview text text 等一 这个是number of view of view views 好像哦 看看这里 好多好个view 好我们再把后面加上这个view 就这样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这样是可以了 但我们还可以看到 就这个数字不好看 首先呢 他就是 你看这 westor life 这个名字没没办法 他只能显示这样 那后面这个 多少个 多少个观看着呢 你看人家都搞得比较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 就搞得比较漂亮 你看太多了之后呢 他就不显示了 如果你显示比较少的话呢 他是显示 比如说你有个三百万 一百万 你没必要显示的太详细 这个是 但我们这个还比较少 因此我们可以 这里可以这样搞一下 就设置一个显示数字的 这个格式的东西 好像我记得是 nsnumber formata 好像是吧 看看是不是 他还不提示呢 nsnumber 这个xcode真是有问题 他一坏提示 一坏不提示的 真是太崩溃了 看看我打错了吗 numberformata 没有ns 这个可能就swift3 他的问题 修改了 以前的时候我就记得 nsnumberformata 经常给记得乱七八糟的 好 在这里我们就这样 这个让他强行解出来 看看 好 这样运行一下 这个你看 这个你看加了都好了 就是有这么多呢 他起码就是给你三个数字加一个 三个数字加一个 比那样一长串还是要好看一些吧 你看这里都有 就这样 这个呢 我们就是这个视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讲了是我们有这个video 这个video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啊 你这个都是假的 不会的 就我们也是为下一个继续向下做做个准备 就下一个我们要有Jason 就真的解析Jason的时候就团在这里 我觉得总是编程方法呢 属于先做表面文章 然后慢慢的向下做 比如说你在公司里给领导看的话 他起码你这样给他一看 他觉得哎 他搞不清楚 他认为你做的差不多了 当然了 你如果光做底层的话 比如说你已经把所有东西都解析好了 结果你显示出来的是一串的字符 就是通过terminal 也没有什么表面文章 全是terminal显示出来 那个是吧 领导基本上也不懂代码 他还搞不清楚你在做啥 这样的话 你一看他觉得好像还有点那样 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 就这样 这就表面文章 先从表面上向下做 慢慢的 我们把每个东西都做的能运行 比如这样 你点search呢 哎 他什么都显示不出来 就显示个search 你点这个mail呢 什么都做不了 就显示个mail 但是等到以后我们会做出来 比如说 你如果是在公司工作的话 你先去做 哎 不管这个界面 先做了个后台 先把所有的json 什么都解析出来 显示出来是哪里了 就在这个 你这样运行 这里显示出来一大长串数字 一大长串值 人家也看不懂 项目经理也看不懂 就崩溃了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包括做web开发的时候 就先从界面开始做 先从界面开始做 你说的话 会有话题 否则的话 你说我把后台写好了 前面没有 那就崩溃了 如果你把前面写好了 后台你不做的话 没人去查看你带吧 就这样 这节课先到这里 下一次呢 就应该再讲 如果我有一个json文件呢 如果怎么解释它 然后再讲呢 我们从youtube上搞过来 啊 我又不知道还能做几次 反正我就有时间就这样录一录 好 这个就到这里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